大家好 欢迎收看趋势指标 那今天是7月22号礼拜一 好 今天开高以后就走高 都在高档做震荡 那今天高档做震荡 其实重点在一个所谓地方 这两天 就礼拜六跟礼拜天 各报章媒体杂志就开始讲 外资调升台积电的投资价位 然后中东的那些阿拉伯的王宫 那些石油王子 这什么中东主权基金 就是这些阿拉伯石油国家 这些王子所拥有的 他们抗好台积电 那我只想说 为什么不在这里抗好 为什么这两天才抗好 所以有时候我就想说 这些人是很奇怪 他们是阿拉伯的赏户 反正他们家开银行的 然后开油井的 钱花不完 然后呢 一样我冒中东主权基金在买 那请各位注意 一般中东主权基金 这经验 他如果开始进来买 大概短线上的高点就浮现了 因为这些中东石油的败加值 一样是赏户是涨上来才开始买 懂吗 那是最后一棒 他们都是接最后一棒 所以3105文贸 三日内建高 今天建高对不对 然后三日内你要小心反转 那台积电呢 中东王子也在买 那也代表也差不多的 那用看了就好了 如果这拉上来 中东王子再买 然后你是旧外资 你会不会想要卖给 这些中东人 主权基金呢 3105文贸过前高 过前高它不是好现象 了解吗 过前高赏户就来了 中东这些王子就来了 那你想 一般的主力作手 跟外资在干什么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中东主权基金 是所谓的反指标 这几年来都这样 我现在再跟各位提醒一次 好OK 金涨70几点 那我们看一下 这是Samsung的概念股 也是华为的概念股 盘中差一点跌到跌停板 这叫神盾 这一档 是苹果概念股 是苹果的喇叭 智慧音箱 升学股票 今天大盘涨70几点 它跌 然后呢 最后盘还在砍 6462一样 220下一盘成交 219.5 是前一盘 内盘加下一档 这也是在砍 来 玉金光 上礼拜有空单回补 对不对 那在之前 我是不是 一而再再而三 三翻两次 而且不止一次 跟各位讲 玉金光 4333块以上 不能追 因为我怕投资本来做错 它最高 来到 454 我在节目上 有没有表演过 450几 还需要再讲一次吗 那今天呢 下杀下来 跌了19块 破400 来 被动元件 国具 今天人家涨 他在跌 人家在涨 他在跌 华兴科 大盘在涨 他在跌 那就独厚 这两档 文帽 这两档在撑 听得懂吗 那所以我都跟各位讲 这个盘 它结构性 是出现了 所谓问题 什么问题 来 跟各位看一下 苹果股价 我早也讲 晚也讲 我每天讲 苹果这拉上来 之前我已经跟各位讲过了 204 这个高点 来 这个低点我抓的 这个高点我抓的 这个低点我抓的 对不对 那我没有讲谎话 麻烦你 前面 长期看我电视节目 都事先预告 然后呢 我都有留下 YouTube的证据 你自己找 170 这里我就算到170 那这里我是算 210到220 这个点 我是算144 然后来到这里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 从这个点到这个点 我跟各位讲 198 我没看到后面 我最由这一段算 我这不是在讲故事 这是在看 节目的一个 所谓的精髓 我是跟各位讲 198 那过了198 调整一下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 204到208 是苹果的空底 苹果的空头抵抗区 OK 那上礼拜五 就上礼拜五 晚上 然后礼拜六凌晨收盘 苹果开高走低 最高来到206 然后下沙的同时 他有微幅做一个所谓的粗量 那来 那我现在又开始讲了 苹果这里 206.5 建高了 他未来会回撤192 184 回撤192 184 那行进过程里面 我就知道了 那碰这个会反弹 或是碰这个会反弹 那不管 他趋势是偏空 然后下来以后 未来会撤这个点 170 170是一定会来 然后下去以后 206减掉170等于36 36乘以0.38等于多少 减掉170 36乘以0.68等于多少 减掉170 得到是150几 所以来告诉你 来 波段 206 206的苹果股价 我就已经知道会跌到150几 你要不要等着看 你要不要等着看 今天大盘涨 这个3D感测的 华为供应链 的神盾 三星的供应链是跌 苹果的供应链跌 手机机壳 苹果手机机壳 平盘 手机镜头模组 预金光 跌人产 来告诉各位 433以上不要做嘴 对不对 这样你听得懂吗 没关系 我等一下用技术线型 算给各位看 好OK 所以在这里的话 最近很多投资朋友 很多投资朋友 参加我的LINEA族群 然后跟我讲说 老师我想要参加你会员 那我跟他们讲说 我现在在做空 对啊 我是有一些股票 拉根上海 我会空 那我会做空 那结果呢 很多的投资朋友 直接打退堂股 了解这意思吗 老师不参加 我不做空 记住 散户永远是错的 散户永远是错的 所以这个状况 我有跟各位讲 有时候看到 市场上的一个 所谓状况 可以秀出那个 那个味道 那个feel 那当然 我是用计算机去算的 那苹果股价 已经跟各位讲这样 204到208是空底 那现在是202 还没跌 你怎么可能会相信 对不对 等跌下来 你要讲说 老师好厉害 来不及了 那我一直跟各位讲 我在高档 竟然在卖 甚至我现在在高档 我是有一些股票 拉高上来空 就比如讲 我在上礼拜 我说 稳帽 我看到中东王子在空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 237跟252 那这两天 看到中东王子来了 那我就调整一下 我怎么调整 注意看 我已经调整好了 你事先把预算 然后有利多 那个中东王子来了 你就不要跟他应对应 看他怎么死的 然后呢 我调整出来是在这里 274到295 事先做预算 有状况 退一步 海拓天空 我没有空哦 我在等 因为有利多 我不要跟他应对干 因为为什么 我要等他们 这中东王子 抢母子墨再K他 对啊 这里事先做预告的哦 会不会算 计算机就可以算了 这个呢 我跟各位讲 我问各位一件事情 这里散户会不会买 不会 这里散户会不会买 有加空派 空派会不会 可能会买 然后来到这里 这里散户会不会买 会 因为为什么 带量过前高 带量过前高 然后呢 主权基金中东的 这些王子进来买 台积电 这里我之前跟各位讲 230 还有再讲一次吗 这里都没看到 270 除完洗后 我跟你讲 还没有除息之前 我告诉你 会跌到230 他最低到227 上来我之前跟各位讲 253以上属于超长 对不对 那超长 中东王子来了 那我就等你一下 等你一下 等你一下 那台积电过270 就完蛋了 现在外资 外资在这附近 已经开始在调升 他的投资价 到325 300块以上一堆 那外资做调升 代表他在卖 那也就是中东王子 进来买 他是新外资进来买 然后呢 旧外资会倒给他 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旧外资 可能会发布力多调升 这是在银赏后进来 然后中东王子进来 那我这些 所以旧外资在苦说 你股票要倒给谁 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也会算 苹果股价 我算苹果股价 你认为有没有道理 如果没有道理 那是你个人因缘福报 我不管 我不管 好OK 那我们再来谈谈 来 这个是每天预告给各位的 7月19号讲7月22号 你看节目看这个 这个如何事先做预算 短线的 短线的 如果预算 如果这是先修班 这个礼拜六 这针对非会员的 免费的 free的 free的 你来 我告诉你 如何事先做预算 那重点是 我预算出来 一定是低跟高 那低档 一般散户不会买 高档 一般是散户不会卖 散户反而会在低档 卖 因为破线砍嘛 散户会在过前高 涨上来出现利多 会买 了解吗 砍在地板 买在高档 我是事先算到地板 跟未来的高板 天花板 所以你要学习这种 事先预算技术 你才不会在这个市场上 被踢出去 提早毕业 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很多人学传统技术分析 学了很久 然后到我的三官家先修班 听过一次 老师我学技术分析 二三十年 听过老师一次的技术分析 我完全改观 为什么我赶快 我会拿出证据 我会教你怎么去做运算 那你就可以知道 原来你之前学的传统技术分析 是错的 因为传统技术分析 如果大家都会 你想股票市场 有人会赔钱吗 大家都专研技术分析就好了 那种传统技术 专门技术分析 你去学 学的越精 你就赚的越多 为什么学的越精 赔的越长 因为破线 破线你在砍 放空 我在买 带量过前高 你在买 我在卖 我低买高卖 你刚才是低砍高追 你懂吗 站上继线 一档股票站上继线 所以你注意看 如果你看到节目上 有一些分析人员告诉你 这档股票站上继线 那代表什么 不能买 为什么 主力作手外资 一定是在 乖离很大的时候 副乖离的很大的时候买 站上继线 所有的散户都知道要买 我是主力作手 我是外资 我就减买 站上继线代表一档股票 或指数涨很多了 你涨很多才去买 是不对的 所以有时候我都跟哥哥讲 来 文貌有没有涨很多 钱多得欢迎吗 台积电外资调升 这里破线 你看的话 我之前跟哥哥讲230 涨上一堆人看好 外资调升 外资调升就代表他另外一边是在借券放空或是边拉边出 那会涨上来是因为一咖新外资叫做中东主权资金跳进来 听得懂吗 我如果在讲这样你听得懂吗 所以我跟哥哥讲 这个礼拜六的三官家先修办座位有限紧早报名 那这个以前我是要收费这一次我不收费 那你来听过一次你胜读十年书 你以前的一个说的技术分析的理论会被有推翻 然后你看看为什么我可以低买高卖 为什么我可以事先做预算 今天有文主公 今天有文主公有来有保费 没来是你的顺是你的事 我愿意开放啊 开放这个三官家先修办呢 预算的 都是预算的 各股指数通通都一样 那你来 你学过一次 我拿例子 然后从历史的一个水轨迹 算给各位看 然后你算未来 就比如讲 为什么苹果股价 苹果股价 这低点我算的 还不要我拿证据 这高点我算的 这低点我算的 这高点我算的 我看资料还在不在 我是很懒得去拿资料 我希望各位都可以去注意看我电视节目 来 第一次下来告诉你144 Here 第二次上来 这边最低就是142 那我算144 那上去 我跟各位讲 210到220 那这边呢 215 然后下去 我跟各位讲170 我没留证据 但是我们节目每天讲 还有这讲一次吗 170 所以我知道很多投资本未来会很惨 但是没办法 全身赢助人 我这里都没看到 我现在在节目上面交的 可是我会员又有优班的 最低170 这215我就知道会到170 真的来到这边 那来到这边 我就跟各位讲 我又没看到 在节目上跟各位讲 170会涨到198 198 没有打得很清楚 再来一次 没有点到 198 拿来这是198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 204到208 我还要再我讲一次吗 然后呢 最高来到206 上礼拜六 然后呢 我又跟各位讲 未来会看到192 184 然后呢 这边我就不方便教各位了 我只跟各位讲206 一定会看到192 100% 然后呢 会再来184 这是下来这样 下来这样 下来会破这一个 碰到这里 又会这样 然后再下去 听得懂吗 神经研究人 零高零风高风 温哥高动 内行人就来 座位有限紧早报名 额毛就关门 那你手头上 被动研究 有矽金 有苹概股 每一档都要来听 那我会教你 如果去预算 每一档 事先做预算 尤其你喜欢做的股票 或是你现在手头上 套牢股票 或是如何去预算 加权或股票 主流股的一个 所以高低点 这我在节目上 我一定教到各位会 那如何两层低买高卖 的密技法 你没来 你根本不知道 你来了才知道 传统技术分析的盲点 大家都懂传统技术分析 文史的 座位有限紧早报名 那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现场 再跟各位继续谈 好 高教育 空行界看我 我都在相对高档 做一个所有的通用的 各式动作 那欢迎大致今后想要学习 视线预算技术 跟着我一起做操作 那如果你愿意跟着我一起操作 或是你要这个礼拜六的 三关架的免费的先修班 我都请你播 023898689 023898689 起发头顾有粉丝团哦 向往花钱不犹豫的生活吗 想轻松退休 不为钱烦恼吗 快掌握起发头顾分析师动向 线上解盘 财经解读 台股分析 讲座资讯 重点新闻 起发头顾粉丝团通通都有 锁定起发头顾粉丝团 让你财富满满满 竹梦专线 0223898689 起发头顾 启动财富成长 发现幸福人生 想带家人出国旅游 却难以实现 想为家人换车 你却迟了 也让缺钱成为你的理由 让起发头顾 协助爱家的你 达到幸福美满的家庭 选择起发头顾 获利轻松入带 致富专线 0223898689 0223898689 起发头顾 好 欢迎回到现场 我先叫用看的 用算的 来 郁金光 是不是告诉各位 这里都没看到 这个低档 我这里有算给各位 对不对 这边是289 上来我就跟各位讲 433 最高来到454 今天收399 454 那很多人告诉我 搁空行情 搁个头 弹生上来 每一辆主力做手 我会边拉边出 我已经讲了N次 我怕各位做错 再教各位看一下 大量KD在这里 这里2万张 低点是451.5 大量 20700多张 低点是454 451.5 跟454 来到这里 514 433 那我还有没有其他技术分析 有 不能教各位了 这个 三冠家先修帮我教你 我会算高点低点 最少有十种特殊技术分析 了解吗 不是用单一 如果单一技术的话 文史的 我抓起来 全部的多底跟空底 在什么地方 来 文帽 我跟各位讲 237跟252 中东王子来的 喝他 喝他 看他如何 已经告诉你274跟295 来 神盾 这里都没看到 告诉你253 对啊 有除全息行情 最高263 这边263.3 这边263.5 多少人埋在这里 我不是在电视上说吗 你爱人的利 人爱利的母 除息前 想要赚个全息 现在是变成这个样子 我在讲 你有没有在听啊 美绿 多少人买这里 这里利多 这一根长虹带量 我算179.5 这是我空单 瑞玉240 这最高245 钱多的欢迎买 双红来 29号的除息 对不对 拉伸上来 我已经跟各位讲 158到167 你不要碰 这都没看到 最高来到164 台积电 钱多的欢迎买 好 康控 之前 也是即将要除息 对不对 191 这最高190 这一段 从190 跌到16几 这都平概股 OK 半个小时 没办法讲那么多 但是呢 你到我三关架 先修班 两个小时 我会教你 个股指数 如果算低档出量股 高档一碟股 然后有被动 有矽金 有平概股 都要来听 我预算高低 怎么算给你 加权指数 个股通通都一样 你如果养成 低买高卖密技 你来听过一次 你就知道 你学传统技术分析的 为什么学得那么久 你还是赔钱 盲点破解 那座位有限 尽早报名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告一段落 祝各位明天 操板胜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